各位早晨,我從來都不是Bad Boys系列的粉絲 但有我就會看看 但我的期待都不高 因為這個系列本身我不是特別喜歡 再加上這些電影拍到第三、第四集 通常已經是拍到爛,一個系列拍那麼多集 在期待很低的情況下 我看這齣戲其實是比我想像中好的 所以我覺得這齣戲如果你是抱著一個合理的期望去看 其實也是OK的 但如果你打算看一齣很嚴謹拍得很好的電影 當然會失望 這齣戲依然是走那些Buddy Cop的路線 就是兩個警察 然後說他們查案 然後在途中有些搞笑、有些槍戰 就是那類的POPCORN MOVIE 從這個角度 這齣戲的娛樂性其實是OK的 他的故事就是延續之前那一集 這兩個男主角 他有一個前上司 他們也很尊敬 他們也很喜歡那個人 但上一集已經交代到他已經死了 在這一集就說有些黑警 就是冤枉他 就是說你們那個上司才是黑警 然後他們兩個 可能想著幫忙和出於義氣 去查 去查 跟他們前老闆相關的一些案件 然後 越查越遠 然後 途中有些搞笑、有些槍戰 就是這樣 都是一些你會期望的那一類的電影 其實這些電影最重要是 什麼都假的 最重要是兩件事 就是好不好笑 以及動作場面 拍得好不好 首先說搞笑的部分 我覺得在這齣戲裡面 兩個男主角 其實Will Smith的角色是借了很多 可能是Will Smith他本人借了很多 是吧 又或者是 這個故事已經說到他成家立室 變成一個family man 令他沒有以前那麼好打 因為他跟人槍戰的時候 他會騰雞和手震 所以弱了很多 反而 在這個系列裡面 之前的family man 他因為各樣的原因 他就 以為自己是打不死 他覺得是命不該絕 他無論怎樣搞法 他也不會死 所以他變得很勇猛 他兩個角色好像調轉了 所以在這齣戲裡面 我覺得兩個角色有點失衡 Will Smith很邪 很平衡 沒有什麼看法 但Martin Lawrence很過癮 很勇猛 很過癮 因為那種搞笑的重擔 差不多是落在他身上 我沒有什麼投訴 因為到了今時今日 我又不是特別喜歡看Will Smith 我覺得Martin Lawrence 他的表現也挺好 他搞笑的時候是OK的 所以 我覺得 對我來說不是很大的問題 但有些人如果想看大明星 Will Smith 我覺得 我覺得有可能會失望 我覺得是 因為Martin Lawrence 在這齣戲裡面 我覺得他好看很多 亦搞笑很多 我覺得這齣戲 最搞笑的部分 是說他們去到一間夜店 然後 他們要找一個人幫忙 然後那個人要求Will Smith 做一些事情 然後Martin Lawrence 在旁邊推波助瀾 我覺得那一段是最好笑的 我自己在家裡 是大一點出聲 所以他的笑料 有些部分都可以 我覺得這齣戲 如果說 那個角色 那兩個男主角 我已經說了 Will Smith有個兒子 那個角色 上一集已經有了 這集 我覺得 都OK 我覺得都OK 另外 Will Smith 在這集 他娶了老婆 他娶的老婆 我覺得都很漂亮 其實如果你有打機 就是 Alan Wick 續集的女主角 我覺得他很漂亮 但是他跟Will Smith 完全不配 年紀也不配 外型 各方面 其實我覺得都是不配 其實他們 事實上是差二十年 差很遠 差二十年 還未至於 李安納道 和他那些中學生女朋友 還未去到 但是 你一看就是 那個老人家 和那個年輕女 是很不配 不是說美女就配 所以他們之間 雖然是兩夫妻 但是 雖然是零 Chemistry 所以如果你想看 羅曼愛情 古 那些 其實是 沒什麼好看的 但是笑料是OK的 因為 Martin Lawrence 我覺得他是擔得起 至於那些動作 比我想像中好很多 其實是 因為他這個系列 他頭兩集是 Michael Bay他拍的 他很擅長 拍一些動作場面 我覺得這集 他的動作場面 都拍得很好 是第二個導演 不是Michael Bay 你只是看片場 都知道 因為這齣電影 一個多小時 好像接近兩個小時 你看到他不是三個小時 三個半小時 你就知道 不是Michael Bay的電影 他那個人拍什麼 拍什麼都三個小時 所以 我覺得 比我想像中好 他的動作場面 爆炸場面 槍戰場面 起碼是拍得 清晰 而且 不會過分 太多做作 浪費時間 慢鏡頭 沒有 整體來說 那些動作場面 是爽的 和好看 又看得清晰 所以 整體來說 我覺得是一齣 合格的 popcorn movie 但是 你又要了解 這齣電影 他拍到第四集 然後 他裡面很多 恩怨情愁 他是交代得不好 其實 他裡面 有一些 深仇 前一集 做到深仇 大恨 搞得很嚴重 然後 到這一集 一兩句 就解決了 他 有點像 例如 Fast and Furious 你看到後期 無論多大仇口 即是說Friend 那一刻 他突然間就Friend 了 突然變成死黨 即是 他沒有去到這麼離譜 他沒有去到這麼離譜 他有交代得好 過Fast and Furious 但是 也不是說 交代得 會令到別人很 信服 OK 所以 其實 如果你是抱著 好像看Fast and Furious 就是一個好例子 是吧 你可以說他是爛戲 但是 你抱著一個 適合去看 即是你預算他 是這樣的 心態去看那些戲 你也有權 覺得他很過癮 我覺得這齣戲就是 就是這樣 你可以說他 有些東西很隨便 爛劇 但是 你預算 我在看一齣 Bad Boys的電影 我有一點點 我預算他大概是怎樣 那些是適合你口味的 即是他依然是適合你口味 就是這樣 OK 我覺得這齣戲 就 中中挺挺 最重要是 你知道自己在看出什麼 電影 對我自己來說 是獅子獅家 應該是偏向獅子 應該是 但是 我覺得是一個 OK的 popcorn movie 很小心 我記得 我有一個 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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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